恭喜安家杰女排重磅任命终于曝光 朱婷难过郎平最担心的事情发生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亮仔聊球 我是亮仔 在视频开始前 麻烦大家给亮仔的视频点点赞和关注 谢谢大家的支持 接下来我们言归正传说一下安家杰的最近的情况 大家也知道在最近的中国女排这边呢 也终于官宣了要面试中国女排新帅家那些通知 对很多球迷来说 其实真的是很开心的一个结果 毕竟从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 那么一直以来这已经是差不多了 过去了半年的时间 中国女排这边始终是没有一个新的主帅去管理这一切 而如今中国女排确实也处于一个带整理 百废带新的一个状态 一方面很多主力选择推 包括严妮刘晓彤他们都已经是纷纷离开了这样的一个球队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目前来看的话 中国女排这边确实新老更换 存在一个很尴尬的一个局面 如果说没有一个有魄力的主帅去主管这一切 那么可能之后中国女排还真的很难重回巅峰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中国女排已经在推进这个工作 那么接下来很多球迷自然也很期待 有一个新的主帅 能够上任去整理这一切 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在此前其实安家节也是一个非常备受关注的人选 毕竟我们也知道安家节在此前 一直是这个郎平的一个得意弟子 并且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助手 在此前十几年以来 那么其实郎平进入国家队之后 就一直带着安家节 并且也参加了国内外大大小小的一些联赛和比赛 在此前大家都觉得 其实中国女排包括郎平这边就在有意的去培养安家节 虽然说赖尔文其实也是经常陪伴着郎平一起参加比赛 但是赖尔文负责的更多的是一些候选的工作 基本上不会上这个赛场去指挥 而安家节有始至终都是陪伴着郎平去参加很重要的一些比赛 并且在旁边是出谋献策册的这样一个角色 所以这一次那么其实中国女排公布这样的一个候选人之后的话 也让很多球迷觉得说安家节这一次很有可能也能够成功当选 但就在最近那么我们也看到 其实就在中国女排去公布说 要进行一些人选的一些选拔之后 那么其实与此同时就在差不多的一个时刻 山东女排这边的官方也是正式官宣的一个主帅的人选 而这个人选恰恰也就是山东出来的安家节 所以其实目前山东女排这样的安排 其实也就意味着那么之后的话 安家节基本上大概率不会参与到中国女排选帅的工作当中来 更不可能成为了一个候选人 毕竟我们也知道其实对于安家节来说 那么这一次刚刚上任成为一个新的主帅的话 实际上对于他来说 接下来肯定有很多的一些东西呢 需要去做包括和整个团队去谋合 包括和这些女排的队员呢 进行一些和练的等等的都需要他去花费更多的一些时间和精力 这样一来他估计啊就没有太多的一些时间了 能够把这些精力放在中国女排身上 而我们也知道中国女排啊 其实不管是在国内集训还是出国比赛的 实际上需要的一些精力和时间都是相当大的 而且对于一个主帅的一个体力要求也是非常大的 包括郎平在此前的十几年以来呢 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一些时间去和家里人和朋友团聚 所以对安家节来说 他现在既然已经是决定做了山东女排的一个主帅了 就没有再有再多的一些时间能够去兼顾中国女排的一个主帅的工作 所以这样一来其实也就意味着呢 郎平在此前呢非常用心培养的一个弟子呢 现在是基本上和中国女排说拜拜的 起码短时间之内的 他和中国女排的主帅这样的一个位置呢 是彻底无缘了 所以这样一来可能对于朱婷来说 南美呢也会比较难过的 毕竟在此前朱婷呢 也曾经和安家节有过很多很好的一些沟通 包括在此前参加一些国际性大赛 那么双方呢也有很好的一些互动 而这样一来其实包括对郎平来说 他最担心的一些事情呢也正在发生当中 在此前啊 他是一直非常的希望安家节能够接他的班 并且也表示呢 其实像他家的一些年轻的主帅呢 比他更适合中国女排 那现在来看呢 他现在也看到呢 安家节呢已经是正式离开了一个中国女排 主帅的一个候选人的一个位置 去到了山东女排 既然也来对郎平来说 他的一个愿望也是真实落空 对他来说呢 也难免是一个很难过的一个消息 当然最终啊 其实安家节做出了这样的一些选择呢 我们也会去尊重他 我们也希望他接下来呢 在山东女排这边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当然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非常期待中国女排这边呢 能够选出一个真正优秀的一些主帅 能够带领着我们女排的球员们呢 继续征战走向巅峰 取得更好的成绩 好了本期的量载聊球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